而2021年也就是明年 又是三年一度的精算了 现在专家依照这个负债的成长的幅度来看 预估说明年我们的负债可能会达到约11兆 相当相当的高 而这个负债增高了 自然我们可能会破产的时间又要再提前了 对 那我们今天就要特别是连线到 给我们的中正大学的教授 那个吴玉仁 吴教授了 那吴教授想请问一下 现行政府的劳保改革方法 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好的 现在我觉得是变临非常大难题 那就是从劳工的部分来讲 他们希望能够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准 现在平均来讲大概是 领月退的部分大概一万三 他们希望能够领到一万九 但是如果要领更多的话 会加深了整个破产的危机更加多 那以上个会期 这个行政院所送到 立法院的这个资料可以看到出来 就是目前民进党政府所提出来的一些政策方案 大概两个方向 第一个就是把保险的保费把它调高 过去是两年调0.5 它现在变成一年调0.5 最高到12%就结束 然后就是另外就第二个方向就是政府拨补 那不拨补200亿 每一年拨补200亿 这个部分 当然也是属于 这个非常小的金额 所以当时在整个总统大选的时候 这个国政顾问团有提出来 所谓的每年拨补1000亿的这个概念 当然这个不管是多少 但至少代表着政府愿意来做事情的一个诚意 但是我觉得以目前的整个做法 比如说每一年调高0.5 甚至于我有看到整个规划 就是要把过去的整个平均月头保薪资 从5年延长到15年 就是60个月到180个月的这样的计算 即便是这样 我觉得都恐怕没有办法来延缓 整个劳保基金会在近期之内 会破产的这样的危机 所以我觉得政府还是必须要很负责任的 来提出一个更有前瞻性的一个改革方案 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好的方法 刚刚教授有提到说 老保除了这个角多零少延退之外 您都是似乎认为说这样的策略 好像是比较没有什么帮助的 那教授怎么看 接下来我们还可以怎么改革 我觉得有一个部分 目前政府都一直没有去琢磨 就是有关如何来调整 劳保基金的投资效益 我有注意到监察院有一个相同的报告 监察院他对于行政院的劳动部 他所指出来说 你们每次劳动部所委托研究 或者是委托操作 只有达到4%的一个收益率 相对于其他的国家 都达到10%的收益率 如果说能够增加6%的劳保基金的收益率的话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带来非常大的一个投资效益 所以投资效益的部分 我觉得目前政府都没有去提 那我有注意到很多的这个学者专家也好 或者甚至于在整个总统大选的这个在野党阵营 也有提出来对于整个劳保基金或者劳动基金的投资效益 应该要把它拉到大概跟其他国家的水准一样达到10% 近这几年来台湾只有4%而已 所以他们是 我们是有这样的建议 希望这个政府对于这个劳保基金 委托带为操作的这个部分 如果他能够达到预期目标 甚至于说如果能够超越大盘的更大的绩效 我觉得在整个委外操作的部分 应该更加具有弹性 但是因为我们台湾的这个劳保基金 这个金额非常庞大 台股恐怕也没办法说有办法来吃掉那么大量 你说投资恐怕就一下子就 国安经济进场 大家都很兴奋的要命 所以有时候也必须要去思考 如何来对于比如说海外的一些投资 资产公债 能够创造更多的投资效益 其他的国家比如说新加坡的主权基金 都达到12% 13% 这个都是稀疏平常的事情 所以这个部分应该要更加的谨慎审慎来评估 比如说我可以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把过去投资的效益 不要动到存款的部分 投资效益有增加的部分 我们可以更宽松的 更加具有弹性的来达到一个投资效益提升 但是也必须要注意监管 必须监督对于 这个委托代差的业者 必须要有一定的监控 避免因为这是 毕竟是劳工的血汗钱 你如果要做投资也必须要审慎评估 国外有办法 我相信台湾也有办法 好 谢谢教授 教授提到的是希望说 我们的这个基金能够多赚点钱 希望能够来补这个洞 不过事实上也有其他的专家 他的看法 举例来说 淡大的教授他就提到说 事实上观众 很多劳工朋友们 他的观念应该要稍微修改一点 他提到说 劳保年金并不是退休金 他说这个只是基础年金 占的应该是 我们退休准备金的三分之一 另外很多企业 在员工退休之后 也会给他一笔退休金 这个应该要再占 另外的三分之一 他还鼓励民众应该要 自己有这个劳退自提 这个叫做补充性的年金 要自救 意思是这样子 对 因为其实他为什么提出这个说法 是在于说 劳保年金在改革化之前 其实就已经有潜藏 附在大概有五兆的这么多了 所以说现在已经到年金 出现一个破产的阶段了 所以必须要跟大家讲说 这是其中一个版本 跟大家讲说 你们就自己多存一点钱好了 但是还有很多的学者 又提出了不同版本 像是说你干脆把 大家希望能够绞得多 最后最后领的少 这是一个区块 那另外一个区块是说 你要不要干脆区块是说 大家分成两个阶段 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所以说都希望说 很多的学者都提出了各种的方法 希望能够提交给蔡政府 蔡政府最好是说 有很多个版本 让大家一起去讨论 那其实刚刚 以前是前国民党立委吴玉仁 他现在是 他其实中正大学的劳工系的教授 他对这方面其实很有研究 他认为说其实这个时候 我们最主要的调整是什么东西 如果政府的劳退操作基金 是赚钱的话 那恐怕就会 就不用 大家不用担心说 我会被领不到钱的问题了 因为只要你是赚钱 这些都是OK的 所以另外一个 像是这个台大的教授 他就提到说 他很担心的是 如果这个劳保 为了要财务能够活下去 除了赚钱之外 就是少发一点这个给付金 如果少发给付金的话 他担心会有什么问题 如果有一些人 他就是没有自己准备退休金 他都只要用这个劳退 劳保的话 未来领得越来越少 他活不下去 可能就必须要出来工作 他说日本就有类似的现象 在日本这些人 这个名词有点不好听 他说是下流老人 而新教授他说 他认为说或许可以走 一个年龄切割法 他说45岁以上 还是照原制度走 而45岁以下 我们还年轻还可以多赚点钱 储蓄还是有效的 对 因为除此之外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劳退自提方案 2019年其实有 61.07万人 占8.76%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实这怎么算 就是说25岁的话 你起薪是3万元 你薪成长是4% 投资报酬率3% 雇主提搏6% 那你到65岁之后 你就可以领342万了 那你如果你是自提6%的话 你就可以领到684万元 但是前提是 你的退休准备金到底够不够 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一个 基金提存率的7.16%了 基金提存率 我们是抵7.16% 但是我们现在 其实准备金根本就不够 因为我们劳工 比起来的话 我们可以知道说 我们劳工其实要的是100块钱 但是政府现在只能够 只能够给你7块钱 那剩下93块钱怎么办 在这种提波准 提基金存款率不到的话 所以说等于说才会破产 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问题 这边提到的 为什么会讲这个基金提存率 因为台湾是确定 给付退休制度的国家 跟其他国家来比一比好了 OECD的国家里头 德国 瑞士 芬兰 荷兰 这些国家它的提存率 都是百分之百的 等于不会像现在的状况 我们需要100块 但政府只给7块钱 另外没有百分之百的 其他国家 举例来说像是冰岛 美国 墨西哥跟英国 事实上虽然没有100块 但也没有台湾的7块钱 这么的低 所以事实上很多 用我们相同制度的国家 跟我们相较 它都是比较健全的 而讲了这个退休金 事实上它是比较远的 我们讲比较近一点的 现在面临疫情 很多自营作业者 或是没有一定雇主的劳工 政府有提供一个纾困方案 它说是生活补贴 1万元可以给你3个月 总共就是3万块 申请的人数怎么样呢 这边来看到 它提到说4月20号开始 到5月22号 申请件数有121万件 合播的件数是112万件 事实上中间的落差 大概就是个10%不到 算是发的应该还是蛮多的 而总共播的金额 是达到了336亿元 这样的数字 来提供给大家参考